锐血终生 这是描绘雪景的山水 那近景呢 有这个西建 苍松 远山上 还有这个古寺 描绘瑞血古事传来的钟声 这是属于雪景的山水画 这是在课堂上教写的示范 山水画在中国绘画里面 占有非常重要的主流地位 古人常讲写胸中秋霍 明末清出石涛更提出收尽其风打草稿 它的意思其实也就是要外思造化 我们这一幅雪景呢 是以现代国画的这个美感观点来构图 来描绘 这些禁景的树跟松树上面都积了雪 然后岩壁上也有一些积雪 那山谷中的西建 对称出锐血混外分明 远山上 有个这个登山步道直到山中古煞 隐约中 我们要描绘出的是山中传来的钟声 这个回荡在山谷里 那我们是选择生仙子来画这幅作品 我们用点的 用明暗的方式 用点叉 类似夹叶的处理方法 这是我创造出来的明暗方式的夹叶法 用这种留白的方式来表示树叶上的积雪 我觉得是非常的这个恰当 而且是更能够展现这个积雪的感觉 而不是涂白色的颜料 因为涂白色的颜料 如果用铅粉久了容易变黑色 然后用其他颜色不会变色的 久了只变黄了以后 这个涂上白色的地方会变得很刺眼 跟画面不协调 我们点好局部的树叶之后 我们再来加枝干 那枝干有些从这个树叶上穿过 代表这个叶子 有些叶子在它枝干的后面 那有些是在枝干的前面 画一棵树呢 一定要把它前后左右的叶子表达出来 这才合乎我们看到的这个自然的树的形状 所以画树呢 不能把整棵树的枝干啊 全部都画出来 那画出来的话 你会让人家感觉 你这棵树好像是拨成两半在看 这个是极不合自然生态 而且是违反生态的这个表现方式 现在再加上它的主干 现在是另外的一棵 我们可以先把枝干画出来 但是要把前面的叶子的地方空开来 那如果先点的话 刚刚那一棵是先点再画枝干 现在是示范 先画枝干再点 那两个方式都是可以 画本身就无常法 你觉得顺手 你觉得容易表达 只要容易表达出来的 表现出来你要求的这个美感 要求的这个形态 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呢 表现的方法 没有对跟错 而是哪个叫好而已 叫容易表现 同样的我们用这个点叉 这是属于明暗方法的夹叶 那我创造这个 这种画法 尤其画台湾的山林 或者是来画江南 树木很茂密的山林 这种方法 我相信一定是最贴切 最容易展现的这个方法 最容易展现的这个方法 那底下有这个 这个杂木树虫 我们也是用干擦的方式 现在呢 不够的枝干我们再补充 画面本来就是要经过不断的修饰 直到完美 这就像李克兰讲的 一幅画要苦心经营 那你在画的时候 创作的时候 不仅要花你的脑力 还要花你的这个体力 就是要不厌其晚的去处理 我常常在讲 越南画的体材 画起来越美 就像这个画山水里面 也有一句话 无限风光在显风 越危险的地方 是越漂亮 因为越惊险 它就越奇特 越美 那我们现在再点的是 也是这个左上方的这个 有积血的树林 一般在山林里面的 有积血 这个树叶还有上面还积着血的 大部分都是属于针叶树 比如说像松柏类之类的树 那这一棵是画那个 比较高的一棵松树 松树的造型很特殊 它经常在山头上高高处立 或者在悬崖上悬垂下来 画松树要表现出它仓静的感觉 在高山上的松树 一般它的枝 就像我们把手直接的 直直的伸出去一样 这个称作飘枝 一方面是减少风阻 那下面的是杂草树虫 但是也都有积血 画血井最重要就是要留白 留白代表这个积血 尤其在上方的地方 现在我们来春擦这个 岩壁、山壁 春擦山壁的时候 也是要留白多一点 要比我们平常在画 这个岩壁啊 这个春擦要稍微简略一些 在阴暗的地方 我们春擦多一点 然后春擦的密一点 利用这个比较暗的这个调子 来称出前面的这个树虫 上面的积血 这个叫做 这个对比的作用 利用岩的山壁 来称出雪白的积血 然后也是互相赔衬 然后也是互相赔衬 这个山壁的边缘的线条 我们也是在点一些树虫 主要是破掉比较平的线条 然后我们现在再画一颗高高触力的这个松树 我们把有积血的叶子的地方 预先控开来 这样子你才能够表现出前面的树叶 那也是一样上面 用点的下面比较暗 来称出上面的积血 所以我们现在走吧 我们现在这个嘉尔您放上去 比较大臣 我们在这边有点选择 的分电 就是对我们在这边 这是对我们的一片 你看一下 好 在这边 我们在这边 畫松樹就是要畫出它倉敬的感覺 松樹是很堅強的樹 它這個生長在岩壁或惡劣的這個沒有土的地方 它都能夠從岩壁裡面把根伸展進去 而且根還會串到這個很低的地面來 有時候它的根會比它的樹幹還長 所以在黃山上經常看到這個在岩石上的松樹 它的根串得很下方 而且在圓縫裡面 它在這種很惡劣的環境都能夠存活 是一個很堅強的樹木 所以松松跟柏在盆栽裡面也是列為這個 兩個最受關凝的樹木 的樹莊 現在畫這個 我們右手邊的這個眼筆 那也是一樣的 我們先這個 插點出 這個被積血籠罩的樹木 由於畫符是對開長條 長條的作品 在構圖上 比較容易去表達這種高眼 其次是深眼 再其次才是平眼的構圖 尤其高眼的表現 高圓法的表現 是最恰當不夠的 像直式的作品來表現 高圓法 都能夠把這個 山的氣勢更容易表達出來 我們兩個山壁中間 就是準備畫一個西劍 山谷中的一條西劍 我們畫在水裡的石頭 最忌諱的就是 底下在勾線 所以輪勾線 只能夠勾在 它石頭的上方 露出水面的部分 假如說底部的地方在勾線 那個石頭是浮在水面上的 那就沒有它的那個 這個穩定感